不过在今天齐教官要告诉大家一个最新的消息 我想大家都非常的关注有关于 传呼机同时引爆了 结果造成了惨重的死伤 这不仅是发生在黎巴嫩 当然也波及到了叙利亚 那么现在当然呢 看到死伤的人数在节节攀高的同时 却在关注的是 到底是谁下的手 这个背后跟着厂商有没有关联 难道这厂商是台湾厂商 他们做的吗 在今天有一连串的分析报道 不过我们要先来看看 刚刚有一个最新消息出来 是根据有最新的媒体报道 摩萨德爆炸事件 那么他们呢 这个导致9人死亡 说数百人受伤 现在看起来可不止了 可是消息人士却说 植入炸药的种类是简称PETN 是剂物4醇4硝酸酯 化学性质稳定 疑似是透过传呼机的锂电池温度上升来起爆的 而它威力为黄色炸药的1.26倍 有匈牙利的媒体就说 这些传呼机遭到植入的炸药 大约有至少10公克 10到20公克 好这个所以呢 我们现在看到说 10公克的PETN炸药 带来了这么大的杀伤力 也因此让中东产生了一个新的变局 我先来请教一下韩冰 这个刚刚的最新消息啊 那你看这个炸药好像还蛮厉害的 有多大的威力 其实本来大家就预估一定是里头有炸药 那现在就等于证实确实他是有在放炸药 那既然有炸药就不是单纯的 只是一个骇客入侵造成的一个结果 显然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 早就预谋已久了 我甚至认为这个策划可能 至少两年以上 甚至还可能更久 也就是他们先是探听好了 曾祖党使用这些通讯机器的习惯 因为他知道他们 他们都明白智慧手机容易被监听啊 容易被定位啊容易被锁定啊 所以呢这个曾祖党在重要任务的时候 尽量都不要用智慧手机 那还用比较相对原始的这个BB Code 那他们就知道这个习惯之后 就去寻找他们喜欢买哪一些这个BB Code 对 然后就一路慢慢慢慢的这样培养 是的 因为你要知道 现在我们的厂商是直接讲说 说这个不是我们生产的 是在欧洲那边生产 当然这是我们厂商的说辞 根本就不是made in Taiwan 不是台湾做的 那问题是这个代理商呢 以前是曾经跟台湾进过的哦 他是跟你进了一阵子之后 才突然之间跟你讲说 这样好了 我挂你的牌 我给你授权金 但是呢 我自己来做 其实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要求 因为你在欧洲生产 其实应该要比台湾贵啊 对啊 那为什么要选择在欧洲生产 我觉得这个厂商也不会觉得很奇怪嘛 这本身是一个很奇怪的事 那他就是 让你曾祖党的人 已经对这个厂商产生信赖度 认为用他的机器没问题的时候 他在下手再慢慢在里头偷偷装炸药 因为他选了这个机型 刚好是可以换电池的 所以他在下手的时候就方便很多 就直接把那个电池盒打开 就可以去把这些相对的火药 这些东西就安插在里头 然后他再利用这个 用类似这种发射电波的方式 只要导致他这个锂电池的温度升高 到最后就自然引爆这个炸药 那因为会带这些bbcode的人 应该至少在这个曾祖党里头 至少也应该是个小队长以上的这一种 相对比较重要一点点的人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对曾祖党 真的是造成蛮严重的一个创伤 等于他的很多组织的一些人物 非死即伤 这个对整个周冬的局势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但是随之而来的报复 我觉得恐怕也是腥风邪雨 好 所以在刚才我们第一时间 先告诉大家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外媒的报导呢 就直指这个PETN 10公克的炸药带来了 简直是很大的一个杀伤力 那么在今天呢 他可能甚至都会扭转了 整个中东目前的情势 好 博士哥 帅将军 听到这边其实我也是蛮担心的 因为你看这个事件一发生了之后 大家就在锁定到底是谁 台湾的这一家厂商 其实现在目前看到的资料 金阿波罗公司 人数说近40人不到40个人 不到40人的一家公司 到底有没有办法能够取得 像这样的10克到20克的PETN炸药 而且还能够放到上千的这个BB Call 我们都习惯讲BB Call里面 这办得到吗 这个根本跟金波罗公司一点关系没有 因为他以前制作的是多少年以前制作的 那后来这个厂搬到别的国家去了 他只卖了一个招牌的钱 台湾制造 因为台湾造的品牌已经在国际上也有一点 不像早年梅人印台湾那样 不好听 现在梅人印台湾还蛮不错的 那跟这个韩明讲的没错 这是一个很长远的阴谋所在 早就预谋了 早就预谋 因为这个BB Call这个东西 它是塑胶壳 塑胶壳 通常一般配戴腰间 我们腰带 或者我们西装口袋 所以它引爆的时候就会造成杀伤力 何况这个炸药它是黄色炸药的1.25倍的话 时刻也足够造成发烧 会造成致命的危害 但是我觉得这个讯号 以电池发热在引爆 可能爆炸时间会不一样 那问题就是说 如何在同时间制造这么多爆炸的话 它可能还有一个触发机构 配合这个炸药一起在里面 是 我们都看过很多外国电影里面 就是拿个无线电遥控的触发机一按 很远的地方就开始爆炸 只要这个电波涵盖之内 那显然这是一个很大的情报单位做的事情 那么今天要对黎巴嫩下手 我们讲刑案出来 第一个要找动机 谁获得这个案子的受益 受益的那一定是以色列 因为以色列很早就知道 谁有好处 就以色列会有好处 而且谁用这个东西 是 你看台湾已经二十年都不用了 对 我记得以前二十年前的香港骗游 那黑道的要召集大家 对 就迷迷过来了 对 台湾二十年不用了 是 所以只有黎巴嫩这个落后国家 它为了防止泄密 它用这个 用的很普遍 所以这个计划可以在两三年以前就开始 到买下这个厂 或者是渗透到这个厂里面 它的技工安装这些东西 所以才会造成今天的结果 至于黎巴嫩来讲是重创 因为你这些人如果到医院去就医的话 你的名单也暴露了 哪些人是你这个 对不对 对 所以今天问题台湾的问题 居然我们政府还说是我们制造的那个新闻 这个经济步标是怎么发布的这个新闻 其实跟我们没有关系 对不对 你现在撇清都来不及 你还挺身出来 所以讲这个话难道说 让政治党要跟我们算账吗 那将来我们Avery Green的货柜轮 经过苏伊斯运河 经过那个胡塞组织的 那不是被人家都打了 所以这个问题是外国的一个恐怖事件 那我们厂商已经跳出来叫喊冤了 那经济部怎么不给他撇清 还是我们出口 我们哪里有出口这个东西 这个厂已经是授权人家在做了 而且这个做这个台湾的工人 没这个技术能力 这工人也没这个技术 炸药也拿不到 炸药也拿不到 所以看起来就是说如果真的是台湾的厂商 在台湾这里的工厂自己在那里做 然后再把这个炸药填塞进去 那不可能 意思结论就是这个帅将军刚讲 不可能啦 跟这个金阿波罗厂商没有关联 好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您 呵护前家人 专属里的KS Royal Care 炭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炭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